是酒蟹 一个是这个小便的淋漓不进 还有呢就是这个月静的问题 那么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 神志和四肢逆冷的这个疾病 再有 再有你看啊 我们还有一个病 还有一个神缺可以治疗的 大家这个可以写在书上 可以这个抄一下 是治疗什么呢 治疗过敏症 过敏症 像是麻疹还有过敏性的哮喘 过敏性的肠炎 有的时候我们说过敏症 除了皮肤上有这个红疹以外 还有的时候呢 病人呢会有这个会有这个肠道 肠道过敏 它就出现腐痛 实际上呢是肠黏膜出了疹子了 只不过我们是看不见 所以它腐痛 这是过敏症 所以过敏症的出现以后呢 我们讲本身呢 这个神缺怎么进行治疗过敏症 一个是揪神缺 可以 这可以 还有一个呢是对这神缺呢 做闪罐 闪罐 说在神缺上罚罐 闪罐罐 闪罐罐怎么做 这人 这个以前呢 我们讲叫闪火 就是闪罐 闪罐以前我们在后背做罐的时候 罐是什么呢 这人在这 你不要离得很远 在这闪了 闪完以后到这 还拔得上 拔不上 一定是什么呢 拿着这个 这个止血钳 扁着棉球 然后烧的时候 伸到里头一烧 烧完以后扣上 马上扣上 不要在罐口烧 罐口烧 一扣上 一圈撩泡 不是疼的问题 对不对 一圈撩泡 所以我们一个是离得近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闪火 那个叫闪火法 闪火法 头火法 这些来拔罐 这叫什么 这叫闪罐 这是可以让这个罐呢 变热 这样做 一下扣上 这一般呢 我们再一下再扣上 这一般呢 我们用那个95度的 那个酒精 95度的那个酒精 然后这个就火力就比较旺 闪一下 扣上 然后拔下来 拔下来 再闪一下 再扣 再拔再扣 这样反复多少次 反复20次 反复20次 这首先的一个肚群 就紫了 红了 罐 罐也热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给它扣上 再扣上 再拔上 再拔上 拔在肚子上 拔在肚群上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穴位是一个 这个增加集体免疫力 抗过敏的这么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对于这个 过敏性的饥荒 我们可以用神阙的 闪罐 不是说 一点上 扣上就完 像我们后背那个 可以一点 裙罐疗法 对吧 裙罐 一群 排罐 走罐都行 但是这个 我们用的是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这是一种 对于过敏性积患 增加集体免疫力的一种方法 对于总之